冬天除了有人会穿发热衣 大家还很喜欢吃火锅 因此也连续带动了火锅物品的商机大卖 量饭店的火锅专区业绩比过去上涨四成 日本A5和牛 寒牛来袭天气冷嗖嗖 民众大蛋火锅喝碗热汤暖暖味好满足 肉片海鲜蔬菜一起下锅 但怎么能够没有火锅料 150 350 传统市场人潮络绎不绝 这家贩售鱼丸的摊贩超抢手 民众全为了手工鱼丸而来 因为业者每天限量50斤 晚来就怕买不到 昨天又来嘛 今年又来嘛 它的东西吃到很实在 这些东西就是有温度 本来我们这个鱼丸就是冬天的冬季 所以今天冬天的冬天 应该有四成以上的生意 不只传统市场鱼丸热卖 走进量饭店火锅专区 各式火锅料应有尽有 一样超长寿 业绩比起往年上涨四成 在鱼腔火锅料部分是成长长倍 业者公布火锅料销售排名 第一名鱼浆类 例如鱼丸燕角成长三倍 第二名羊肉成长一倍 健康意识抬头 手工类制品销量也不错 随着人气团再度南下 民众抢买火锅料 浪贩的员工加紧补货 不怕民众买不到 接着我们的梁志祥 台中仓导 儿子